Grrr 歡迎收看健康心滋 你給我30分鐘 我給你健康一身 夏天潮溼顏 geek 的天氣 常常讓民眾出現了 皮膚搔癢的問題 尤其是老人家的皮膚老化容易搔癢 如果沒有正確的使用藥物 常常會讓情況更加的嚴重 甚至抓破皮藥 所以造成皮膚癢的原因 皮膚的問題也很多 我們要找出病因才能夠對症下藥 今天為你邀請到的專家是 台醫院皮膚科曾德鵬主任 來跟我們談談 夏天常常會遇到的一些皮膚問題 曾醫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夏天皮膚病是不是很多種 是啊 主要夏天大家一想到就想到太陽 夏天炎熱 很炎熱 炎熱最常出現的就是因為流汗很多 我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我們皮膚 皮膚是人體最大的一個器官 在同一個時間點 我們皮膚上面其實有五千多種菌種 不管是細菌 黴菌等等的 大家都在和平相處 但是今天如果環境對某些菌種 它會比較適應它 能夠讓我們叫增生的話 它就會造成它的不平衡 舉例說明好了 流汗 流汗流多了 就會造成黴菌的所謂的增加 增加的話就會出現所謂的 這樣提顯 這類的狀況出現 是 所以最常見大家最常碰到的 就是所謂的 今天長的所謂的黴菌感染 黴菌感染大家比較直在講 就是叫提顯 提顯的話 最常出現的話 當然是在這些所謂皺摺處 腋下 腋下 這樣現在台灣大家又很流行 就所謂的三鐵 運動 騎腳踏車 跑步 馬拉松這些的 所以說這些狀況就會造成 汗在皮膚上面的滯流 那這些汗裡面的這些 所謂的這些成分 又是這些黴菌的一些養分 所以就會造成所謂的提顯的產生 是 另外還有一種我們叫它類似 叫做變色糠疹 也就是所謂的汗斑 就很明白的講就叫做漢斑 那漢斑的話 看上去的話 其實它的顏色 看上去是白白的 白白的 就要稍微透白透白 對對對 但是只要一熱 它就變成泛紅 所以我們叫它變色的糠疹 所謂的糠 這個意思就是一個米糠 一個米糠的糠 對 那所謂的糠疹 這個就是會有脫皮脫屑 其實它就是 這個黴菌的一種感染的表現 那如果得到了這種漢斑 我們說糠疹 對 它就會凋醒嗎 它就會凋醒 對它就不會回到正常的膚色 就會一片白 一片粉色 這就需要治療 沒有錯 因為這個黴菌 它所造成的一個破壞 會造成局部的這些發炎 還有色素的破壞 所以當我們在治療 這個所謂的漢斑的時候 我們首先第一個 我們當然要需要治療 你剛剛這個我們有分享到說 要正確的使用藥物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用到黴菌的藥 其實大家很習慣就是說 可能說我一有什麼濕疹 有氧了我就擦脂氧膏 對 大家都會說有疹子了 我就是擦一個擦一個藥膏 它所謂的濕疹膏 那所謂的濕疹膏 有些時候他們 不了解所謂的成分 裡面成分有些會含有所謂的類固醇 那類固醇 那類固醇我就直接講 我就很明白地講 它就是這些黴菌的養分 它就是它的養分 反而是養分 反而是養分 所以說它這樣子的話 反而會造成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菌落更加的多 更加的不平衡 所以當我們在治療 像這樣的所謂的 漢斑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用到 所謂的抗黴菌的藥物 當抗黴菌的藥物 第一個我們先用 塗抹的藥物 塗抹的藥物塗上去以後 它先把這個菌落 讓它平衡下來 當它一平衡了以後 色素才會有機會 慢慢地回到 我們正常的一個膚色 但是這是所謂的治療 但是用藥是治療 但是沒有辦法幫你做預防 我不可能說 一直一直一直 一直擦藥擦下去 所以預防很重要的是說 在於我們一流汗完畢了以後 如果可以的話馬上 劇烈的運動完畢 我們還要能夠沖澡 是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辦法沖澡的話 我們就要用 成為擦乾 就是說要用濕毛巾或濕紙巾 一定要先把汗擦掉 因為你用乾的擦 其實汗還是掉在那裡 還是在這個上面 還是在皮膚上面 就是說我建議就是 必須要用濕毛巾濕紙巾 要把汗擦掉 整個擦掉 擦掉了以後 它的汗沒有滋留在那邊以後 它才有機會就是說 降低這個所謂的 黴菌的不平衡 所造成後續的 後續的這些 提顯的一些產生 所以運動後 或是你從外面 曬得大汗 滿頭大汗的回來 能沖澡先沖澡 對沒錯 沒有辦法的話 用濕毛巾或濕的紙巾 把那些汗水 都要擦乾淨 要擦掉 沒有錯 然後包括是說 我們在外面跑馬拉松 或是說我運動 就是要常常要穿很緊的 這種所謂的腳踏車褲 這種的 最好中間能夠休息一下 譬如說到一個廁所 到一個稍微換一下 就是不要讓這個所謂的 汗悶熱站那邊 不要濕的衣服 一直在身上貼著 對 這個在尤其是在最近 特別常見 沒錯 就是在夏天的時候 所以這都是夏天 容易滋生黴菌的溫床 對沒錯 沒錯 那汗斑它會傳染 汗斑會傳染 這所謂的汗斑傳染 當然是說 在自己的身體上面 其實因為剛跟大家講過了 就原本就很多的菌落 它可能這邊抓一抓碰一碰 它可能就會更拓散 第二點是說 那你說是不是有機會 汗斑傳染給 對自己的家人同伴 那我直接講 是必須很親密的接觸 譬如說 就是打赤膊 抱抱這種的 比較有機會 因為 其實我剛剛跟大家講的是 每個人身上 其實都有一定的菌落 那並不是說 你的汗斑 它沒有汗斑這個黴菌 它也有 但其實如果它的環境 並不適合這些黴菌的生長的話 它不會 其實就不會有像這樣的 汗斑的產生 了解了 所以這是真的很正確的觀念 是是是 皮膚上多5000多種菌種 對沒有錯 哇每個人你我都有 都有這個機會 只是我們有沒有適合這些菌種 生長的環境 對 跟時機 對 所以我可以順便提到是說 像這種汗斑 其實在腳上 我們就叫它叫香港腳 其實在這個指甲上面 我們叫它叫做灰指甲 指甲 所以說剛剛提到的是說 是同一個菌種的 類似的菌種 其實說都是屬於黴菌 那黴菌當然有分很多種不同的提弦 對 有些是在逐步比較容易長的一些菌種 Lubra這些的 其實不大一樣 那第二點是說 我們提到那腳的照護是怎麼樣 腳的照護是說 其實我們穿鞋子 對 就是一定要穿襪子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很少人會去 一直整天在洗鞋子 對 然後會去消毒鞋子 已經很了不起了 但所以說 我們一定會洗襪子 剛剛提到的這些運動 其實我們都會流很多的汗 沒錯 當你流很多的汗的時候 這個襪子潮濕 悶在裡面 也會造成香港腳的一個 就是所謂的 不要說香港腳 就是黴菌腳的一個產生 像這樣的話 就是也會增加它的感染 那感染的話 剛剛講說 夏天熱 那我又抓 可能摳一摳 其實菌所需要的傷口 不用眼睛看得到這種 大大傷口 流血的傷口 菌就可能會跑進去了 所以微細的 露眼看不到的 就可以讓它趁襲 沒有錯 所以說又增加了另外一個疾病的困擾 我們叫蜂窩性組織炎 了解 就是說因為黴菌了 你抓一抓 悶熱潮濕了 在這個所謂的指縫中間 指縫中間 卡在這邊 那這個裡面的這個溫床 流汗的溫床 剛好這個地方又適合黴菌的生長 那只要摩擦摩擦摩擦 有個小水泡小破皮 菌就跑進去了 當你跑進去的話 就開始這邊所謂的蜂窩性組織炎 也就是紅腫熱痛 這種感染的狀況出現了 這是最慘的 最最辛苦 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 相對這些皮膚的症狀 都是癢 是 對於癢來做表現 以癢來出現 那你癢就想抓 因為這是下意識 你都不用想的 沒錯 那白天還可以控制 是 那個指癢的那種抓的程度 沒錯 可是夜間睡著了 下意識的 我就抓一抓 早上起來就遍體很傷 滿床都是血了 對 會有這個機會 所以像這張圖片上面 我們剛剛想到 漢斑應該都是白色的 是 對不對 像這種白白的 白白的 對 這種是漢斑 漢斑是叫變色抗疹 所以說它現在看起來白白的 但是如果說流汗 剛好這個熱了 天氣一熱 它會變紅 所以我們叫它 類似叫變色抗疹 那像這種的呢 也是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 當我們把這個身上的 這個所謂的皮屑 我們把皮屑刮下來 它只有在這個表皮 把皮屑刮起來 在所謂的顯微鏡底下 看到的話 其實就會看到 類似像這樣子的 我們叫它叫做 也就是叫它叫做 這個所謂的 義大利麵 義大利麵 就是有 就是有這個所謂的 一條一條的這個 還有這個肉球 這肉球就是它所謂的包紙 它的這個包紙 對 所以有這個像 一條一條的像麵條 所以 Meatball 加上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 很明白的 有所謂的這個 所謂的漢斑 對 了解 這就是它的 也是漢斑的一種 也是漢斑的一種 它就是因為天氣 它只要熱 被流汗 發紅了 只要沒有流汗沒有熱 它就會變反而是有點反白的 了解了 所以我們知道說 其實在我們的皮膚上 所以我真的相信 觀眾朋友家裡如果有那種 除塵蠻肌 是 真的耶 我們以為我們的 身體都洗得很乾淨了 其實 每天你如果去用在床上 環境 環境還是有的 還是有很多 但是也必須這個環境 也必須要 有一些這些 適合他們的燜熱潮濕 適合他們的 這些聚落的一些生長 沒錯 不過您剛剛提到的 這樣環境的一些清潔 其實也是很重要 這邊就提到 提到下一點了 因為提到是說 譬如說像夏天的時候 我們剛剛提到是說 像油 油水的分泌 這些的 第一個提到的像 我們叫漢斑 第二個提到一流汗 新陳代謝加重了 就會有所謂的一些青春豆 青春豆 還有加上所謂的一些 頭皮 一些頭皮屑 譬如說 包括還有這些 我們這些 在所謂的T字部位 有這些脫皮脫屑的 這些產生 那這些產生的話 有一個疾病 我們就叫它叫做 肢肉性皮膚炎 所謂的肢肉性皮膚炎 對 那提到肢肉性皮膚炎 跟剛剛的這個有什麼關係 跟剛剛的提醒 什麼關係 其實它主要的一個 致病的菌種 其實也是 所謂的一些 一些類似像 黴菌細菌這些的 那這些菌呢 其實我們這些頭皮屑 頭皮屑的話呢 然後這些菌呢 它就喜歡吃這些油脂 當我們在熬夜啦 壓力啦 天氣溫度的改變的時候 就會造成身體的 這些新陳代謝特別旺盛 特別旺盛 就會刺激這個皮脂腺的 這些分泌 當你皮脂腺分泌的時候呢 這個菌呢 又特別去喜歡去代謝 喜歡去吃這個 所謂的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身體的短固三酸甘油脂 那三酸甘油脂 它喜歡吃掉它的二酸 剩下的一酸呢 我們叫它叫做 油梨脂肪酸 那身上會造成這種 所謂的泛紅 所謂的發炎 所謂的止癢 所謂癢的這種狀況 其實就是所謂的 這個油梨脂肪酸 那我們講滋肉性皮膚炎 那我們更白話一點講 其實最淡的 這所謂的滋肉性皮膚炎 最不嚴重的 最輕的 也就是所謂的頭皮屑 就輕輕的頭皮屑 其實就是了 了解了 那頭皮屑呢 當你油脂在分泌更多 可能變更大塊 對 更大塊 那有些人就會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有時候就是看上去 就是社交也會有影響嘛 一直掉頭皮屑 對 那在臉上面的話呢 就會造成所謂的 眉毛的部分 所謂的鼻樑 鼻翼的部分 就會有這個泛紅 甚至有皮屑的產生 這都是一體的 這都是所謂的 脂肉性皮膚炎 或是脂肉性頭皮炎 這在夏天也會 特別常見 那我會跟人家分享 其實這是一個文明病 那文明病是在於說 這不可能說 我給你一個藥物 你治療完畢 你一輩子不再長 這主要的是 跟你的生活的一些作息 跟飲食的習慣 還有清潔的習慣有關係 所謂的清潔習慣 是在於說 每天都建議 應該洗頭 那有些人說 洗頭洗頭 洗頭很麻煩 要吹乾 要什麼的 女生也是要每天嗎 建議是這樣子 就像我們每天都會洗澡一樣 其實頭皮 其實反而 我們洗澡衣服有穿著 反而是有覆蓋住的 但頭髮 頭是覆蓋在外面 直接布在外面 所以說 接觸到這些環境 還有這些油脂的分泌 其實建議每天 但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的話 至少兩天也要洗一次頭 清潔一下 我們清潔清潔是要清潔頭皮 頭皮才是真正的毛根 泛油的這個地方 當它長出來這些毛 毛本身是沒有生命的 毛本身 它有生命的是在它的毛母細胞 也是在頭皮底下 那外面的這些毛 其實當我們把頭髮照顧得好的話 我們就能夠保護我們的頭皮 當把頭皮清潔得好的話 我們長出來的毛也才會健康 沒錯 那所以說 第一點我們提到的是說 那我們有菌 有所謂的皮質 這些東西的話 就會我們必須要去試著去控制 所謂的控制 控制這個菌弱 所以說我們有一些什麼 洗髮精 它是可以殺菌的 它可以殺菌的 抗菌的 止癢的 不管是黴菌這些的 可以抗菌 當然抗菌 但是你只有抗菌 其實也不夠 你也必須要能夠控油 要控油以後 也才能夠阻斷 它的養分阻斷了以後 這個菌弱也不會增加 了解 那在接下來的前提之下是說 生活的一些型態 其實是更加的重要 不管夏天冬天 其實它皮膚的問題 真的還蠻多的 而且還不單純 是沒錯 對不對 我們想說就養而已 是 就不舒服 養到你都不舒服 那應該就是同樣的東西 就可以治療所有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真的不是這樣 舉例說明現在最近又常常見到的 有一個是叫做 我們叫做手濕疹 付貴手 真的 因為疫情 沒有錯 每天都要勤洗手 沒錯 勤洗手還不只只有洗手而已 還有一直需要噴這個所謂的酒精 當我們噴了酒精以後 其實 人家說為什麼以前不會 為什麼現在會 以前我也常洗手 為什麼現在沒有 因為現在的環境 現在的洗手的次數 可能比以前更多 再加上是說 現在又必須要一直在那裡噴酒精 消毒 就把我們的皮脂線 把我們的皮膚的保護膜 破壞掉了 當我們破壞掉了以後 就容易 我剛剛講到 其實皮膚很多的菌種 很多菌種 可能就會造成菌的二度的感染 這些等等的 那所謂的手濕疹 所謂的手富貴手 所謂富貴手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說 因為我的手受傷了 因為我的手有這些 濕疹性的表現 讓我沒有辦法好好的去做家事 就富貴命了 那其實就是說 那一定是所謂的黴菌感染嗎 一定是所謂的細菌感染嗎 其實不是的 是這個手目前的問題 讓你沒有好好的去做 沒有辦法好好做很多的事情 我們就叫它叫做富貴手 所以富貴手是一個 很籠統的一個定義 那富貴手的症狀 它會有什麼 對 第一點可能就是會有癢 會癢 會有水珠嗎 會有小水珠 如果有小水泡產生的話 最常見的叫做汗泡疹 汗泡疹 所謂的汗泡疹的話 它又必須有個根本在 汗泡疹的人 其實身體是比較 過敏敏感的體質 這敏感的體質 然後再加上有壓力 或是常常接觸到一些環境 有化學性的東西 這些等等的 造成的我們的皮脂線 手部的保護膜 破壞掉了以後 就會產生誘發裡面的 這些免疫的改變 就會誘發這個所謂 一開始是起小水泡 一顆一顆的 小水泡 那小水泡最常出現 是在比較外圓的 手掌稍微比較少見 比較說是在手指頭的外圓 外圓完畢了以後 可能是連腳也會 你說腳沒有接觸到 其實因為免疫被改變了 也會誘發 連腳的外面 腳指頭的部分 也會出現這些小小的水泡 OK好 接下來水泡如果破掉 有些人想說 我水泡一破掉 一把他擠破 好舒服 好舒服 但其實這樣就增加了傷口 增加了傷口 其實我們剛剛講 菌落就會有二度感染 開始有傷口以後 要不敢碰水 不敢碰水 又造成更大的 後面的髒污的污染 所以說前提之下 第一點是說 我們要常常要 像現在要準備個護手霜 在自己的口袋裡面 是小小的嗎 對 一洗手完畢 插個護手霜 酒精一噴完畢 插個護手霜 其實酒精消毒 非常的重要 沒有錯 但現在要有兩瓶 一個是可能隨身帶的酒精 另外一個護手霜 另外一個是護手霜 常常讓這個修復 真的 其實環境在變 時代在變 我們的生活 也要有點變化 對 沒錯 以前我覺得男生 比較難適應 是 沒錯 女生我們覺得 我覺得我們包包有 還可以多帶一些東西 而且女生比較注重這種 皮膚的保養 觀念都有 你叫一個男生 我相信你的診間 很多男生來看診 是 請他多擦乳液 這件事情對他們來說 有時候會覺得 黏黏的會覺得說 擦乳液是女孩子在做的事 其實不是的 其實擦乳液這種概念是 就是老少嫌疑還有男女 都必須要做的 都同用的 因為現在的環境必須要這樣做 真的 所以你既然把你的清潔做到了 你的保護 也要進來 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那富貴手跟 和泡枕 是完全不同的問題 其實不是 我剛剛跟提過的是說 其實富貴手 其實它是一個 比較籠統的定義 這個籠統的定義是說 因為手變成這樣子 而讓他沒有辦法去做 工作 沒有辦法工作 所以我們叫它叫做富貴手 那它可能是因為汗泡疹所引起的 引起的 它也有可能是說 因為接觸到什麼東西 所謂的一般濕疹 也有可能是 手可能有黴菌的感染 了解了 這些可能 這些最後所造成的 就是手的一些傷害 了解了 這些傷害就會造成後續 就會有這種所謂的 一個籠統的定義 叫做富貴手 叫做富貴手 所以它的症狀剛剛講到 紅氧乾裂 乾裂 對不對 甚至還會嚴重到 皮膚都裂了 對 就會有流血 對 會很痛 很痛 這個以前比較常出現 是在像媽媽 他們常常在家裡 可能要照顧孩子 每天要做事 做家事等等的 不過我再回到一點 就是說 因為現在因為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說在男性 在一些同學們身上 其實也蠻常見到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 所以你會選 你會建議 凡士林都可以擦 是 沒有錯 但是你要一個 白天擦凡士林 其實會比較辛苦 因為要做家事 但是最基本的話 如果說已經到有獵傷了 到很多的14年年的東西產生 這時候的話 我們就需要先塗一些 治療一些藥膏 瞭解 甚至到說萬一真的有紅腫 這種甚至到可能是 二度感染的話 我們可能會需要 口服到一些抗生素 還有控制它的癢 第二點是說 後續的保養 剛剛講到了 就是所謂的乳液 乳液的話 先上完藥膏 藥膏最多一天兩到三次 之後的話 就要上乳液疊乳疊乳 但疊乳液 後來又要洗手洗掉怎麼辦 所以最重要的一次 是晚上睡前那一次 睡前那一次 我先上完藥膏以後 如果可以的話 真的很嚴重 就上比較稍微厚重一點的 叫凡士林 就晚上睡覺前 上凡士林其實還好 但是擔心到凡士林 這油油的手 碰到這些 就是帶一個那種 類似像棉漬的那種白手套 薄薄的棉手套 對其實也不貴 就戴著一下 戴著晚上 讓它好好的一些修復 到白天拿掉洗掉 其實就能夠修復一大半 這個概念其實很重要 因為凡士林本身 是比較不含任何的藥性 對 但它本身就是一個保護膜 保護膜 它能夠增加這個皮膚的一個 這真的很重要 我們再怎麼治療 同一個時間點 你還是必須要一直洗手 你還是必須要 可能要噴酒精 所以說在比較嚴重的時候 大概可能會需要 三到四天的一個藥物 比較嚴重的 三到四天的藥物 趕快把它控制下來 接下來的話 其實就是 平常的乳液要多擦 其實不是說 等到有問題的時候 我才在擦乳液 乳液平常多擦得好 就比較不會 就是所謂的護手霜 就比較不會造成 後續有像這樣 所以從平常 我們就要把預防觀念做好 對 沒錯 對不對 你就是要常常上乳液 來保養我們皮膚的保護層 對 沒錯 好 其實這些感染源 我們說的 不管菌種 光我們可以避紫外線 可以擦防曬的 是 那這些菌種到底從哪些地方 生活上我知道有 可是其實有很多東西 是跟我們常接觸的 沒有錯 我們都忽略掉 都忽略掉了 像舉例 最簡單的我想說 原本我們皮膚上 就有一定的菌種 但有些是在環境上面的菌種 舉例說明 有些人是在 就是躺下咖 就是到草地上 游泳池 沙地 這種東西的 這些東西 這個地方也有它一定的一些菌種 所以最擔心的到是說 所以我剛剛前面有提到是說 如果基本上 就有一些感染 比如像香港腳 黴菌的話 這些一定要治療 否則說 它一些小小的 一些眼睛 它就會造成了 所謂的後續的一些 二度的一些感染 沒錯 那像剛剛有提到是說 那有些人會講說 那我的腳這樣子 那我剛建議就是 要常常穿襪子 常常要換襪子 容易流汗的話 一天換個兩三次 但有些人講說 那我剛才不穿襪子了 我就直接穿涼鞋 但其實穿涼鞋 並不是一個 並不是一個治療的根本 不是通風就好 對 有些人會覺得說 那我穿涼鞋 反正這樣就比較不會感染 其實不是的 除非是 我常常在洗這個涼鞋 要不然其實我們手上有這樣 我們腳上有像這樣的 它會留在鞋子上 它在鞋子上 它就它在鞋子上 不然就是要清潔 沒錯 讓這個菌種 不要一直在上面支撐 沒錯 那其實 不要去跟人家共用 尤其很多人喜歡去那種 三溫暖蒸氣浴的 沒錯 那種地方也很危險 這些也會增加 所謂的感染的一個機會 第一點所謂的毛巾 毛巾它本身你有沒有清潔乾淨 對 每一次每一次清潔 第二點是說尤其在夏天 在夏天的時候流汗 當你流汗完畢 你說我毛巾把它擦掉 或者是有一些人 舉例說明好了 在夏天也常見的 就是青春都冒得特別多 對 今天我用毛巾 然後去一直擦拭 這所謂的這些痘痘 對 可能這個濃包破掉了 就沾在上面 這個所謂的濃 它可能就在這個毛巾上面 好不要說給別人用好了 我放在那邊 下一次自己再用一次的時候 就會增加它的所謂的感染的機會 了解 第二點是說 我今天好就潮濕了 濕濕的毛巾 濕濕的毛巾 它本身也是一個滋養的 就是滋長的一個空間 一個環境 所以說當我們把這些毛巾 毛巾還是建議 最好每天都能夠清洗 對 真的沒有辦法 兩天至少要清洗一次 我的清洗不是說 只有手這樣輕輕洗一下 沖個水就好了 其實還是要能夠 能夠用一些像肥皂這些 要能夠清潔清潔乾淨 把它烘乾 或者把它風乾 因為你要擦澡 但是如果說這個時間點 你身上 譬如說我剛剛提到的 像痘痘大濃包 這時候清潔完畢以後 我就不建議用毛巾了 這時候可能就 什麼面紙 稍微鋪乾 這樣就好了 能夠減低這所謂的感染 等於是說 如果你正在化濃發炎的 你就用拋棄式的 沒錯 就不要用毛巾 這種公共用的東西 所以這種誘發因子也很重要 有些人 他就很容易長 很容易有這些 是 沒有錯 有些人是屬於基因型態 就所謂的基因型態 體質 體質比較容易長痘痘 體質比較容易會有 滋肉性皮膚炎 等等 體質上面 他的皮膚的保護能力 就稍微比較差 了解 舉例說明像誰的體質上面 舉例說 像是異味性皮膚炎 所以異味性皮膚炎 就是天生 他的皮膚角質的狀況 不是很密集 他就皮膚比較脆弱 或者是說 他有一些後天性的一些疾病 像糖尿病的人 譬如說免疫性疾病的人 這些人的話 他的其實免疫力 稍微比較差一點點 那這些菌弱 就會特別容易增生 為什麼 因為他容易在這些 所謂的免疫力差的人上面增生 了解 所以說 有糖尿病的病患 比較容易會有所謂的糖尿病毒 對 糖尿病毒又容易會有所謂的 黴菌 或所謂的蜂窩性組織炎 惡度的一些感染 了解 那一些人的話 還有就是說 我提到像碰撞 像說 他一些小小的傷口 他又比較不會 又比較 尤其在夏天 我剛剛提到說 大家現在比較喜歡穿涼鞋 對 比較喜歡穿這個 躺下腳這樣 那這所謂的打赤膊 或是打 就像這樣沒有 你少了這個所謂的鞋子的一些保護 很容易會一些外力 這些 又會增加所謂的感染的一些機會 了解 所以有傷口感染就更麻 更加的容易 對 沒有錯 好 所以其實這些還有生活型態 醫生一再的強調 沒錯 有很多東西 其實不是醫生開了藥物 就能解決的 是沒錯 還是要我們自己 改變我們的一些壞的生活習慣 或是一些不好的事 對不對 對 沒錯 尤其在夏天的話 其實特別要跟大家 又提到了一個點 是說 在夏天最常見的就是說 如何要做好 防曬的一些措施 對 我剛剛講到是說 這些很多的疾病 其實都是因為皮膚的一些 變脆弱了 那所謂的太陽光紫外線的一些照射 會加重像這樣的問題出現 很多人基本的概念都覺得說 防曬防曬 其實基本上我是怕自己變黑 其實並不是怕自己變黑 變黑只是最 最粗淺的一個層級 第二點是怕 所謂的一些皮膚的老化 這接下來是皮膚癌的一些產生 對 所以說防曬防曬 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做好防曬 我們就是一些物理性的防曬 其實很重要 沒錯 基本上我們要戴帽子 我們要就是說要擦好防曬 其實如果你的環境上面 工作上面是常需要在外面的話 大太陽光底下 那基本上SPF50 就是PA 就是這個是三個家 四個家 這個是一定要做到的 而且不是說我今天擦了一次 這樣就很好 我要多擦幾次 了解 對 因為流汗 還要補充對不對 對 因為流汗完畢了以後 這個被你沖洗掉了 對 然後就還要再多補充 多補充 沒錯 那大家覺得是說 那我夏天在外面流汗 流汗然後那些掉了 我要再補充 所以說我才講到說 我流汗完畢 絲毛巾絲紙巾 先把汗先擦掉 擦完畢以後 我還要再多一道手續 可能要再多擦個防曬 多擦個乳液 防曬 因為現在防曬其實做得很好 是它本身也有這個所謂的乳液 很容易的保濕 保濕的一個功用 剛剛講到是說 我們做好防曬 是避免它變黑 變黑是避免產生斑點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避免皮膚癌的一個產生 避免皮膚癌產生 還有我們可以抑制皮膚的老化 像這樣的話 其實因為這些紫外線的間結 都會破壞掉 我們所謂的裡面的膠原蛋白等等 沒錯 是 所以這樣聽下來 一個好的皮膚的保養 應該就注重保濕 沒有錯 防曬 這兩個你只要做好 聽進去 是 你這一個夏天 就可以過得比較 對 真的是這樣子 那以後 真的有一些斑點出現 或是皺紋難免的 我們就來找曾醫師 是 謝謝 那這都是很好解決 就不用擔心了 對不對 免得我們要跟這些 黴菌 跟這些菌種 在對抗的時候 真的會度過一個很黑暗的時期 對不對 今天真的很謝謝 謝謝您 謝謝 我想真的 防治皮膚病 民眾應該 是要避免穿著不透氣的衣物 一旦有了這些出汗 濕的時候 就真的要把它擦乾淨 然後再補上乳液 這樣子的話 就能夠避免皮膚病的上升 謝謝你的收看 健康心志祝您健康平安 我們下次再會